10月8日 作为辽宁省博物馆史上规模最大的特展 和和中国展览正式开展 旨在通过古异盎然 宾位称物的文物之美 解读和和文化所蕴含的宇宙观 天下观 社会观 道德观 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和精神 文明价值 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 更续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 在和和文化传承与含养中增强文化自信 其中多件国宝级文物的共同展出 令人大包艳福 此次展览共分四个部分 分别是天人合一 人心合善 合而不同 协和万邦 从四个角度诠释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和和精神 因此展览并非单纯的堆窃国宝文物 而是策展人精挑细选 充分掌握文物的内涵之后 分文别类的呈现在观众眼前 其中北宋宋徽宗草书千字文卷 这件千古名卷就展示了中华文化自古以来 对于青少年和和文化的培养 选这个千字文 一个是他除了他的这个艺术价值之外 主要他的内容 特别是天玄地皇 我们从认知世界 最开始 因为小孩小朋友 从朗诵他 背诵他的时候 就在他的印象里 在他的脑海里 深深扎根下来 中国传统文化 对世界的认识 对宇宙的认识 对社会 对自身的价值的认识 展览中 除了北宋宋徽宗草书千字文卷 这样硬核的文化长卷外 被称为丝绸路上的干犯人的胡人吃饼奇驼勇 以及有雄鹰傍身的 者帝莲珠英文景片的联媚展出 就共事了中国的协和万邦 旁边的这一件 叫做折地连珠英文景片 这个就是这次展览当中 能够反映出来 丝绸之路的互通互建 那样的主题的 我们看到的这个 英这个形象 是西域的这个英的形象 那上面的连珠文 其实在我们中国古代 就在陶器上面就有发现 比如说在这个 马家窑的马场类型的 陶器当中就有这种连珠文 但是随着丝绸之路的这个开通 以及交流 将连珠文应用在了私质品质上 也形成了一种风流 所以在这个隋唐时期呢 特别的盛行 因此我们现在能够在新疆地区 以及这个青海地区 看到有这样的连珠文呢 也就比较常见 据悉此次展览 由国家文物局 与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 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辽宁省博物馆承办 山西博物院 吉林省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湖南博物院 陕西历史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辽宁省图书馆等 国内22家单位协办 展期三个月